到了一定年龄的女生 其实对待情感生活 已经多了很多现实的考量 那么对于大龄女青年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养自己的情感素养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们到底要不要将就 这个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谈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你已经走到 人生的这一个阶段 比年轻的时候多了更多的独立的能力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更加的有能力去追求 我们自己想要的爱情 我们不太需要去理会世俗的眼光 自己开心就好 只要不伤害到别人 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龄女青年可以更加的做自己 在爱情上面 我觉得反而是更大的自由 所以我们要说的其实是 大龄女青年可以不去将就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不去将就是不是就很难找对象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将就 但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将就 这边讲的将就的意思呢 其实指的是 因为我们更加的成熟 我们有过一些恋爱的经历了 所以我们更加的知道 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龄女青年会比年轻的女性 有更多的包容性 我喜欢的适合我的人 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人 她不会在一切的事上面面俱到 但是我能够去接受和包容 这一切的不完美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将就和不将就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是大龄女青年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方向